150块一天包吃包住 周末去四川茂县避暑两天 不开车的朋友 去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坐班车 老牌客运站人来人往 坐9点40的 到了刚好吃午饭 又是雨通大吧 不过这个环境比那个去林志的好多了 走的是荣昌高速 路过紫瓶铺水库 马上就到应秀 过了汶川县城 很快就到茂县 打车上平头枪站 五分钟直达避暑民宿 飞枪站风情的小别墅 院子很大 但老板说不能带高 参观一下房间 比想象中的好很多 感觉是新装修的 鸡马随便打 下楼干饭 这是150块一天吃住包含的午饭 你觉得怎么样 吃完出门 到处都是民宿 这家店的话 一人一天只需要90块 就可以包吃住 比我们上面那个还要夸张 看了下天气26度 感觉还是有点热 但是吹风就很凉爽 路过一个公寓 这是茂县高级楼盘吗 茂县人确实少 大周末路上没几辆车 看起来我们好像走到市中心了 查了一下这座桥的名字就叫茂问大桥 应该取字的意思是茂县汶川 然后桥下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江 茂县在512地震中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现在十五年过去 大家可以看到整座县城 其实充电的非常好 很漂亮 阿湘园仙茅祖伯伯伯 看起来非常无套 我上来吃一个 一来客吧 这个鞋印梗 太糟糕了 茂州城 看起来是个景区 哎呀来都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来来来一百块三件啊 有没有要代购的 有没有要代购的 这也是历史建筑吧 应该不是新秀的 看这砖好老啊 好像说这边的这个花椒特别有名 看啊全是花椒 一股花椒的味道 有名啊 走到这边来之后 走到这边来之后 我可以看到 这边全是高山 很高的山 茂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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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s 茂州 茂州 茂州城 茂州 covid 葱 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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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民江上的风 这就是避暑 晚上人也挺多的 而且非常凉快 打道回府